來這隻一定要摸一下 不是那個海洋的哇 吃過 其餘的咧 他不是見其餘的 他是其餘的不然哪一種 其餘的喪惡 這個叫喪惡 他嘴巴在這邊 他怎麼去抓癮 你摸一下這個 你如果被他碰到你會怎樣 會怎樣 會被受傷 你如果從你皮膚化過你會被受傷 就會流血 所以這隻一定要摸一下 他有倒鉤的 對 有鉤住的 有些遺傳他們用這個來當避邪 他這樣子很兇 他是一個武器 所以驅除惡魔 他好像木頭的感覺 對很像木頭 對 像木頭 然後他說裡面都是肉 我還拋過紅馬鈴 這很硬 這像木頭 很硬 他怎麼去抓魚 刺 他用這樣子 不是刺喔 他很多魚 然後就這樣裡面去攪動 去把它打一打一打 摩一摩 他去裡面去打一打 把他攪一攪 去魚球 魚球裡面把它打散 對 魚群裡面然後這樣子進去 然後有些受傷的就是他的食物 用這種方式 因為這個太厲害了 我已經用很久了 十幾年 所以有在釣 不過他密密媽媽很多 釣了很多 我不注意看 這個魚肉很多 所以他只有上面這裡 這邊沒有 這邊 上面都是肉 上面沒有 好像一層皮跟肉 嗯 這邊比較厲害 他旁邊比較厲害 嗯 他這樣子 他旁兩邊厲害 是這樣一進去 用這個邊來打 就流血 好 這個叫見習魚 你們看哪裡有興趣的 要問一下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鷹哥魚的牙齒 嗯 牙齒 還有海馬 上面還是下面 呃 我那時候煮一煮 我不曉得 不然哪一個是上面下面 應該是這樣嗎 對 應該那個是上面 對 他牙齒會換新的喔 還是這樣子 牙齒會換新嗎 這是牙齒 這個 這個嘴嘴 有沒有這個嘴嘴 這是他的嘴嘴 你看這個 哇 那是屋嘴 嘴嘴到這裡 你看你的燈籠 你們 你們可以過來 快來拿 欸 海馬咧 可以拿 可以拿 我不能拿著 我有收起來 我都可以拿給你 這邊都可以放 那他的燈籠在哪裡 燈籠 燈籠頭上那個 這個 手不要伸到嘴巴裡面 好 他很刺喔 牙齒很刺 這是他的燈籠嗎 小燈籠 對 他的燈籠 看這小海馬 小海馬 好可愛 小海馬 可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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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呦 那這個看得出來 公的在抹的嗎 公的是育兒的 有袋子的是公的 來 妹妹你拿去 妹妹你拿去 妹妹你敢拿嗎 是媽媽 哈哈 你敢拿嗎 鯊魚那個 鯊魚乾 哇 你看這個 這是活化石 這個 活化石 你看這個 哇 這是蛤 蛤類的 這不是孔雀蛤嗎 嗯 有點像孔雀蛤 菜蛤嘛 對不對 孔雀蛤 這個是什麼豆子 蛤連摸都不敢摸 那個是 要健康 要健康 你要健康 你看這個 薄皮魚的皮皮 很粗 好像沙子 有沒有很粗 沙魚皮 那不是沙魚 它是薄皮魚的 薄皮魚的 薄皮魚的 它的尾巴有一個刀子 你看這個 這個很膩喔 小心喔 有刀子 它那個太厲害了 薄薄的 媽媽 這是什麼 這是海漂植物 肯定國家公園 跟其他 跟其他國家公園 不一樣的 它是海漂 這個都是 飄洋過海 來看你 這是營業樹 這一棵 這一棵 這棵的種子 這一棵的營業樹 的種子 它也是海漂 對 這個是棋盤角 這次有看過 棋盤角 小琉球 小琉球 就這個 這個棋盤角 這個也是棋盤角 它是晚上才會開花的對不對 黃昏的時候 太陽一下山 有點影響 小琉球那時候 有跑去看過 那這個呢 這個是你們應該可能有吃過 吃那個泰式的飲料 摸摸喳喳 可能有這個 摸摸喳喳 你們那個椰果 就是它 它叫水椰子 這個你看它的果實 很多人在海邊撿到 不曉得它是什麼 就是椰果 它不是椰子 它是水椰子 生活在水裡 也是中理科的植物 水裡的椰果 就是這個 你看它可以做成冰片 它剝開 這個把它剝開就是這樣 這個剝開 這個挖下來剝開 這個挖下來就是這個 這個剝開就是裡面是這個 裡面用下來就是多 可以吃 可以當飲料 這個是腰間盤 我們之前有去哪裡買一個這個 對 對 對 種子這麼大 最大的豆殼質 最後那一顆 不曉到哪裡了 不曉到哪裡了 這個不能給你們摸的 我就放在旁邊 我再拿給你們看 來 這是螃蟹 這個我解說一下 來 這個一般的貝殼 貝類 就是向右邊開口 一般的那個 這有饅頭 這個叫饅頭屑 是不是像一個饅頭 嗯 那他非常喜歡吃貝類 貝殼 那貝殼你看 這樣子像我們自己 向右邊開口叫做右旋 來妹妹這個叫什麼旋 這樣旋 旋旋 向右邊開口叫什麼旋 右旋 右旋 對 這個也是右旋 幾乎 這是右旋 對 就是從那邊 對 有看過左旋的嗎 左旋的很少 對 所以呢 來 先聽我說 來 然後他要吃貝殼 要不要 要不要把貝殼夾破 那從這邊是一個斧頭鉗 那這一粒很厲害 這一粒 這一粒 這一個粒道 這個粒道跟這個 壓下去 貝殼會破掉 貝殼會破掉 那他就用這個右旋 把貝殼夾破 然後左邊這個 這個夾子才把肉夾出來 所以只有我饅頭蟹是這樣 他比較特殊 夾得破 對 這個叫饅頭蟹 來你可以拍 太漂亮 妹妹你們要拿嗎 你看他用這個先把貝殼夾破 對 然後把肉勾出來 對不對 對 要配合這個好 螃蟹 為什麼我們那一粒都沒采到嗎 他這樣子夾 那這個就是 一般叫做浪花蟹 一般有沒有說什麼 部落小旅行啊 到海邊去抓浪花蟹 他是生活在浪花 海浪的浪花那個地方的螃蟹 然後他很會淺殺 你看他這個 每一個腳是不是挖 像挖鏟子 像一個鏟子 現在找不到這麼大的 這已經十幾年了 現在都小小的 對啊 他游泳的時候是得鐵路 對 這隻太珍貴了齁 他的腳 真的是像挖沙 然後裡面這個叫做香蟲 拿一下香蟲 很像香蟲的臀 像河豚那一類的 皮卡一塊有長這個樣子 對他有毒 他不能跟其他的 他不能跟其他的生物 養在一起 因為萬一有一段他死掉 他的皮膚會分泌毒素 分泌毒素 然後呢 整缸的魚就會死掉 要死掉才會咬 他死掉了 皮膚才會釋放毒液 阿活的時候沒有 或者沒有 那個我們上課的時候 有講到香蟲毒 對 他的血液有毒 然後那個 印魚 你把它拿起來 這一隻 大家摸摸看他的吸盤 頭部 印魚 這個是黏在鯊魚上的嗎 對 就是那個 吸盤耶 我還記得這一隻 拿起來摸一下 主要是要給你摸那個圓圈 摸那個像 像頭部摸 不是這樣 像你一隻手 然後往前 對 有什麼感覺 刺刺的 粗粗的 刺刺的 嗯 刺刺的 噢 刺刺的這樣 好像 動住 然後就丟一丟 喔 好像洗衣板 只有在這邊可以摸得到 一般你們有個人 一巴 看你一巴是這樣 這個蜥在 西湖在 那個大魚身上 我這次是換車魚了 這個皮很粗 對 它這個也很刺 它們就可以 不是 它是這樣 那個成為吸盤 然後中間那個骨板 你把它翻過來 妹妹你把它翻過來 那個一般一般骨板 裡面有很多小刺 那個骨板上面很多小刺 吸盤加刺這樣 加刺 然後刺就會卡在 大魚的那個皮膚上面 那才不會自己 那個掉下來 然後它這樣子 是可以幫大魚 刺除身上的一些寄生 寄生蟲還是 附生在上面的東西 那它就搭便車 那大魚吃的東西 就是它的食物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還有記得訂閱我 還有按下小鈴鐺 那我下次再見 掰掰 還有訂閱我 還有訂閱訂閱我